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神,我們在晚上一起聚會,敬拜神。 晚上,我們繼續來查考使徒行傳的內容。 我們要延續兩個月前所談到的題目。 就是提到保羅回到耶路撒冷。 這次回到耶路撒冷,是第三次去國外傳道回來。 原因帶著各教會的一個代表, 有很多有關要幫助耶路撒冷。 許多信徒的捐獻。 可是這次回到耶路撒冷,卻也遇到一些事情。 因為有一些不信耶穌的猶太人。 他們也是找機會,就要迫害信耶穌的人。 甚至就是要直接抓人,把他們判刑。 保羅要回來耶路撒冷的路上。 曾經也有兩次,包括先知,還有被聖靈感動的信徒。 他們都有提醒保羅, 你不要回去,因為你會被抓起來。 可是保羅說,要完成主的旨意。 因為我不以我自己的生死,做為要緊的事。 甚至他對亞加布,還有其他的人這樣說。 我為耶穌的名,被捆綁。 就算我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願意的。 所以大家都說,願主的旨意成全。 那回到耶路撒冷之後,確實就被抓起來了。 甚至猶太人就指控。 談到保羅,他誤會了聖地。 他甚至帶了外邦人進入了猶太人的會堂聖殿。 但事實上,這不是真實的事情。 可是人已經被抓了。 甚至整個耶路撒冷的人都暴動。 這時候也有人趕快去通報一個千夫長。 所以千夫長就把保羅抓起來了。 那看起來是被抓。 但事實上,卻也因為把他抓起來,才不會讓猶太人繼續去打他。 那許多猶太的這些祭司長跟文士,把他們來控告。 那時候千夫長也允許保羅為自己來做辯護。 那保羅一開始對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講話。 是用他們的西伯來話講。 大家聽到保羅會講西伯來話,所以大家就安靜了。 然後保羅就對眾人來講他的一些家事背景。 講到他在還沒有信耶穌以前,其實跟大家就是一樣的。 都是為自己的祖先,所敬拜的這位神在大發熱心。 因為他本身自己就是猶太人。 但是他也接受最嚴格的教法師加瑪烈,在他的門下學習。 受到祖宗所留下來最嚴謹的律法的教育。 而且也被教導成為很熱心,在侍奉神的人。 所以過去,就像眾人一樣,就是在逼迫信奉耶穌的人。 多次,甚至要把他們逼到沒有活路。 不論男女,全部抓起來。 抓起來還不夠,還要想辦法,要給他們定一個死罪的名稱。 保羅談到他還沒有信耶穌以前,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這也是很多大祭司還有眾長老都知道的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在兩個月前所談到最後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繼續從二十二章開始。 要從第六節以後。 因為當時他在為自己做辯護。 那談到信耶穌以前,他就是熱心在侍奉神的人。 這是大祭司、眾長老可以做見證的。 那可是也正在做侍奉的時候。 有一次他從大祭司的手中拿到命令。 正在中午的時候,往大馬社的路去。 所以我在路上,就得到耶穌的簡選。 那我們今天就是從這裡,第六節開始,我們來讀過。 一直到十六節的這一段。 使徒行傳二十二章,第六節到十六節。 現在一起來念。 第六節。 我將到大馬社正走的時候。 因為在中午。 是中午。 天上,八大光。 你身邊造成我。 就靠在地。 你剛才有聲音對我說。 你會說。 小路,小路,小路,你會說得比佛。 我回答說。 神響 王主耶德 你是谁 祂说 我就是喜欢自己的国民仅 最高的地方 祂说 主啊 主啊 我能做什么 主啊 主啊 我能做什么 我开你做的一切事高速 我因那观的同样 都能看见 同行的人 在那里面的手 进了大马社 那里有一点的您教要拿你 按着律法是全真的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身上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你能看见我当时 我当时就看见他 就看见他 当时我们的主宗神 在那里面的主宗神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他 那里面的主宗神 因为你要将说看见的 在那里面的主宗神 说他坐好 他在那里面的主宗神 那里面的主宗神 啥感觉 所以带到那里面的主宗神 这是整个保罗被拣选的过程 在使徒行传里面,总共有三个地方都讲了这个事情 第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谈到保罗被,那时候叫扫罗被拣选的过程 这是由路加的记载 所以是以第三人称来记录这个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 因为这是保罗他在对现场的犹太人 还有包括千夫长在为自己辩护 所以他自己在讲述,往大马社的路上被拣选的经过 那这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自己 那另外一次我们以后会讲到就是在二十六章 那这时候保罗已经是离开耶路撒冷要往罗马的路上 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就是来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 当时候虽然有巡抚,有一个省长 这就是国王罗马皇帝派驻在该撒利亚最大的关 那附近还有一个更大的关,叫做亚基帕 那这是一个王,奔崩的王 后来这个王因为也听说了保罗的事情 那这个我们到二十六章的时候会再讲详细一点 因为这一个二十六章里头谈到的这个亚基帕王 这是当时候的罗马皇帝派驻在那个地方的管理那个地方的一个王 但是他不是罗马皇帝 那因为这个王他本身是犹太人,他也管理犹太的一些事情 包含也管理犹太人圣殿还有一些敬拜的事情 那因为当时候该撒利亚最大的关,他也是查不出来保罗有什么该死的罪 那保罗就说,那我要上罗马,我要向罗马的皇帝控告 当然这个亚基帕王他知道这个事情,他也想要了解整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后来他在二十六章那边陆家也记载了,他对亚基帕王所讲的一切的话 所以在整个死无形状里面,总共就是第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 有谈到保罗被拣选的经过 但是这里头因为有路加记录的,是以第三人称 也有保罗自己讲出来的以第一人称 那大部分讲的都是一样 唯一比较不同的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比如说在第九节的时候 当那个光照到了 当时候扫罗是带着一群人 那全部的人都被那个亮光照到就倒下来 他在地上 好,可是全部的人虽然都有看到这个光 可是第九节讲,保罗他自己讲 这个第九章路加就没有写到了 他说同行的人看到光,但是他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 所以就是说大家一起看到那个荣光的意象 结果大家趴在地上 可是却只有扫罗听到声音 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这是耶稣讲的话 第二十二章跟第九章都没有写 他只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那这里保罗就讲 我说主啊,那我要做什么? 可是在二十六章那边有谈到一句话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那个刺就是尖尖的 那以前他们走路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有鞋子 把我们整个脚趾头都包起来 甚至很多人走路都是没有穿鞋子的 有时候你如果不小心踢到石头 踢到木头 踢到一个尖尖的 你脚就会受伤 那这是从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的情况来了解 可是二十六章那边耶稣对扫罗说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这一句话在当时是一个俗语啦 就是流行在他们生活当中的用语 因为有时候他们耕作或者是都会有牛 种田有牛 那像我们节目在种田也都是很多牛 那抗牛的人啊通常都是拿一个棍子 或者是一条绑一个绳子就 啪啪啪 牛的鼻子这边 会用一个铁 绑一条绳子会拉 那个就是农夫在控制那条牛的方式 台湾的牛也是这样控制 台湾的牛也是这样控制 那好像全世界都差不多啦 那在他们当时候 他们也是会用有刺的东西去控制那一头牛 那牛一定会听话 那因为用那个刺 刺它 它会很痛苦 所以那个牛就会一直往前走 就不会被那个刺弄到啦 所以当时候的人用这样的情况来讲一件事情 因为农夫用刺来控制牛 那耶稣对扫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就是你不能违抗这个命令啦 用这个当时候农村里头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牛就要乖乖听话 同样的扫罗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要像这个牛 踢刺是难的 你就是好好听话就不会有事啦 所以当时候在社会上就常常用这句话来讲一个人 因为当时候的人大部分都有宗教信仰的 他们就用这句话来告诉人 人不能反抗天 当天上天有什么引导什么感动 你就是听就对了啦 好耶稣也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告诉保罗 我现在要拣选你 你听话就对了 因为扫罗以前是专门在逼迫信耶稣的人啊 他向着祖先所敬拜的神是很热心的啊 所以主耶稣就是要用他 我要让你成为我的一个呼音的功能 所以他们在对话里头 因为只有扫罗听到这个声音 第十节那里扫罗就讲啊 主啊我当做什么 那这个就是以第一人称来跟耶稣的一个对话啊 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 有时候在很多人当中 虽然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信仰 或者是我们同样的居住生活在这个地方 那特别是我们相同信仰的人 有时候神看人的内心 神也看人的一个那种心里头的那种虔诚 跟虔诚的态度跟他的信心 还有神他要用这个人的时候 那有时候神啊就是透过意象 透过声音去告诉这个人 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啊 可是却神就是要用这个人 所以只有那个人会听到声音 有时候神要特别对一个人讲话 不管是好或者是坏 也只有那个人会知道 所以在圣经里面啊 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启示 别人都不知道 只有你知道神特别告诉你了 让你知道啦 所以那个声音就是只有你会听到 像扫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譬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以赛亚 在以赛亚先知的那个年代也是很多以色列人啊 可是当耶和华真神讲话的时候 我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啊 不是我可以差派谁去啊 那时候以赛亚听到这个声音 在以赛亚书六章的第八节 以赛亚就是听到主的这个声音 我可以差派谁去啊 我可以差派谁去啊 谁肯为我去啊 那里很多人啊 那主也发出声音啊 神啊 神也发出声音啊 有谁愿意为我去啊 我可以叫谁去啊 没有人回答 只有以赛亚 以赛亚就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当我们的神 在发出声音的时候 那这个声音啊 有时候是特别的人 会听到这个声音 有时候神是透过一个讯息 有时候是透过一场的聚会 有时候是透过一个事件的发生 神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传递神的声音 好 可是我们很多人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听到 可是当你自己听到了 你要怎么样跟神回应呢 你是不是愿意向以赛亚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还是你听到的那个声音 就像那个逃跑的先知约纳 那时候也是很多人啊 你去那个尼尼围城传警告 再没有多久啊 这个城就要把你们毁灭了 因为哪也听到声音啊 可是他要去传警告吗 他不去啊 为什么不去 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去 很多人 听到声音 你叫他要做什么做什么 他听到啊 但是他不做啊 那个心是逃跑的啦 那个心嘴巴没有讲 但是心里就想 为什么要找我 你怎么不去找别人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 心逃跑了 不愿意来侍奉神 不可能称为主要用的工人 有时候神一定要这个人做 我看你多会跑 这个约纳 他往那个尼尼围的反方向跑了 你叫我去尼尼围 我就偏不要 我跟你反方向 跟你唱反调 他刚好看到有一艘船要往他师去 这是往反方向跑啦 他以为桌上船啊 躲在船舱底下睡觉 没有人会发现 可是你要往哪里跑 你要躲到哪里去 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逃过神 也未免太小看神了吧 大卫也曾经作诗这样说 他在祷告里面这样说 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里面这样记载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第七节以后 这是大卫 他的一个祷告 他这样子跟神说 我要躲去哪里 我能够让神的灵找不到我 我不想看到神 要逃离开神的面 我要躲去哪里 第八节 我如果照天上去 神你在那里啊 我如果躲到阴间去 你也在那里啊 我如果展开有翅膀 回到海的很遥远的地方去 你也在那里啊 因为我们的神是灵 无所不在 我们的神是灵 他也是全知全能 任何人心里在想什么 神哪里会不知道 都没有知道 好 这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些 古圣徒或者是先知 他们身上看到的事情 那旧约圣经里头的这些先知 或者是古圣徒 扫罗知道吗 我认为他是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就是犹太人啊 西伯来人啊 他从小就接受律法师的教导啊 是按照祖宗很严谨的教导 这样子学习成长上来的啊 所以他对神的神性很了解啦 原本自以为我就是这样子在为神大发热心 可是他也没想到 我们在逼迫了耶稣 竟然就是弥赛亚的来到 对弥赛亚要来 这是他们很清楚的事情啊 只是他们不能接受 弥赛亚怎么会像耶稣这样子的情形 讲外貌 讲他的外貌也没有什么漂亮的外貌外型啊 讲他的家是背景 出生在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那甚至他的在家乡 谁拿撒勒的人都不接受耶稣啊 走到哪里大家都看清了他 清看了他 他们认为弥赛亚来要拯救我们 一定是轰轰烈烈的 可是没想到耶稣就是他们叛容给弥赛亚来到 可是当这个荣光一照 趴在地上又有声音对他讲话了 他马上明白啦 主啊你是谁 我就是你逼迫了耶稣啦 主啊我要做什么呢 你起来 你进城 就会有人告诉你一切的事情啊 所以他进到大马射城之后 就有亚拿尼亚 这是一个虔诚人 当保罗 当扫罗在路上光照到的时候 眼睛都看不到了 这样子不吃不喝 一直到进到城里面来 遇到了这个亚拿尼亚 亚拿尼亚帮助他祷告 得到圣灵的眼睛 就好像有那个鱼鳞掉下来 看到了 好 那也是这个亚拿尼亚就 奉耶稣的名为他洗礼 那十六节就有讲了 你不用 不要单元啦 不要 你现在不洗礼 你什么时候洗礼啊 意思就是这样 你现在不洗礼 你什么时候洗礼啊 好 所以在当下 马上为他洗礼 洗取他的罪 所以这个意象 加上神 主耶稣特别启示的声音 保罗完全明白了 好 这个就是他主要用他 他马上能够明白 好 其实在我们现代的信徒也是这样 好 我们说 我们领受福音 我们接受洗礼 我们信主 那你自己想一想 你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 只是得神的恩典而已吗 对啊 对啊 因为圣经 主耶稣告诉我们 神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啊 我们来认识这位 创造宇宙外的神 我们就有平安 就有福气 会跟着我们啊 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来信靠他 向他祷告 他就会给我们帮助啊 所以我们来信耶稣 得很多的恩典 哎 这个是神的应许 没有错 好 可是我们的神 猜浅耶稣来救我们 就只为了给我们福气而已 他除了给我们福气 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其实他还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愿意成为主的门徒 有时候我们想做我们自己啊 有时候我们想我要有自己的时间 我自己的生活啊 我只要恩典就好 我不要被约束啊 所以很少有人会像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你猜浅我 你猜浅我 那我要做什么 或者像扫楼一样 主啊 那我要做什么 那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 也要自己想一想 好我们来到教会 得到神的救恩 这是理所当然 可是当一个人 只想得神的恩典 而不愿意付出的时候 神丢恩典是应该的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做主的门徒 那这样子信主越久之后 你所能够得到的也将会是有限的 所以从扫罗被简选 变成以后的保罗 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所以在第六节 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扫罗的转变 从一个逼迫者变成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那他受洗之后 他就开始成为主的门徒了 因为他受洗之后 就开始传福音了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受洗之后 我再享受一下 我在做我自己一下 我再多有自己的空间一下 嗯 那这些部分啊 在第九章 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把他记录下来啦 他受洗之后 就跟大马社的门徒住了一段时间 然后马上开始传福音 那我们不要忘记哦 他就是进大马社那个城 在那里受洗的 那这个在二十二章这里是没有记录的 我们可以看 第九章啊 第九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这里就有写了 那这是路加 以旁观者 他看到扫罗他这样做 所以他把他记录下来 二十节就写了 扫罗和大马社的门徒住了一段 这个就是以第三人称去称呼他 住了几天之后二十节就说 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 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二十一节 听到的人 啊 这个扫罗 他不是在残害信耶稣的人吗 不是这个人吗 这个人好像变了耶 变成在为耶稣的名做见证 以前团队他是尼赛亚是神的儿子 可是这个光一照 声音一听 马上改变 我想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 学习的地方 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非常的多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工作都落在少数人的身上 那我们现在节目在有三百多个信徒 可是真正在做圣工的不到五十个人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做圣工吗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 总是要先有心我愿意做 我愿意侍奉神 不会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学习啊 那学习他就有很多的方法 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知识或者是技能 当然最重要就是学习圣经神的道理 加上祷告 那个祷告灵修的操练 那这些都是 愿意为主所用的一个预备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愿意这样做 不许我们也可以成为在柬埔寨的一个保罗啊 那就算不成保罗那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像亚拿尼亚一样也没有关系 或者是就是一个平凡的信徒 可是有圣公我就是愿意来参与 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拣选 我可以做什么 那教会就会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会安排我们来做了 所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从扫罗成为以后很重要的功能保罗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先到十六节这一段 下一次我们再来从十七节以后来做查考 我们今天在这一年 我们接着了这一月 我们认识一下在什么里面 我们要学习的工作 工作者本身 里面是来自从景iac的工作 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还可以做的